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白宮記者會上 就肯定了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所徵收的關稅 而且他還誓言 要將特朗普政府和中國的強勢貿易戰繼續下去 按照目前的形勢 中國當初寄望拜登在上台之後 有望取消對華的關稅這個美夢 暫時可以說是落空了 第二宗消息 拜登不僅在貿易政策上死跟特朗普 而且在國內也是一樣 最近他的移民政策急轉彎 本來他就要放寬那些非法移民入境 不過 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大亂之後 竟然間他就說要恢復興建美麥的邊境牆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在白宮記者會上 怎麼說 他就說 特朗普總統時期 對中國所徵收的關稅 事實上是幫助到 以及挽救了 很多鋼鐵和 女財產業的 美國就業職位 他就將會盡努力 積極主動地 保護美國的企業 以及 員工 不受中國的不公平做法侵害 雷蒙多還說 為了使國際貿易 能夠公平地競爭 這些關稅是有必要的 因為中國的行為 是非競爭性 脅迫性 以及 不光明磊落 他們已經被證明了 是會採取不擇手段 一朝天子 一朝臣 拜登在上任之後 當然 將整個內閣 大換班 換上了自己的人馬 但是 兩個月過去 有多少是拜登所想出來的政策 實施了 有多少其實就是 死根特朗普時期的一些政策 現在大家就很清楚 在拜登未曾上台的時候 整個民主黨人對於這個關稅 是批評到體無原夫都有的 但是到你上台兩個月之後 你又是要向現實低頭 正如你的商務部長所說 這些關稅事實上就是 幫助到很多美國的企業 以及保住了很多美國的就業職位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 爆發這個肺炎之前 其實他是創造了一個 經濟奇蹟出來的 相信大家都會有多少印象 因為特朗普經常都掛在嘴邊 因為他真的相當自豪 對於這件事 比如說 他能夠創造到 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 最低的失業率 創造了最多的就業職位 同時也幫助到少數族裔 創造到最佳的就業環境 這些根本上就是他的功勞 只不過 一隻武肺就把整個地球都搞定了 所以才出現了什麼經濟衰退的情況 這是非戰之序 但是 你當初拜登為了上位 就把特朗普批評到體無懸呼 說到他推出來的東西好像是有問題的 現在你又照跟 最終你是全部都照跟 無論是國際方面 或者是國內方面 都是跟 就算現在商務部長雷蒙多 走出來說話 好像異政慈嚴 實際上 他所拿出來的理據 以前特朗普政府全部都說過一遍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 他對於從多個國家進口的鋼鐵 增加了25%的關稅 對於鋁財也增加了10%的關稅 他當時提到 這個增加關稅 是涉及到國家安全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確保得到 美國的鋼鐵和鋁財的行業 是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當時特朗普推這件事的時候 民主黨人一樣都是大力反對 又說會影響經濟 總之什麼都說得出 現在雷蒙多走出來 又是要做人肉露音機 將特朗普當時所說的 原因 全部都是說一次出來 現在拜登就照跟 這個對華的貿易政策 所以大陸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說是吃了炸糊 因為當初 大陸都曾經寄望過 就是 當特朗普下台 然後換上拜登之後 有機會 改善到中美關係 還有 有機會取消 這個所謂的 懲罰性關稅 但是 雷蒙多 這一下落閘 基本上就可以判斷到 在短期內 美國應該不會在關稅政策上有大轉變 接著我們轉看美國國內的情況 在拜登上任之初 他曾經對於非法移民 採取一種相當寬容的態度 宣稱不會驅趕或遣返他們 最後引發出 大量的 非法移民 從南美洲 經過墨西哥 入境美國 這班非法移民 為美國多個州 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負累 有部分收容所 連床位都不夠 爆滿 不僅會構成經濟上的負擔 甚至會構成 公共衛生方面 和治安方面的嚴重問題 後來拜登曾經公開哭話 就叫這一班 來自南美洲的非法移民 不要再去美國 但是他只說 人家怎會肯聽 最後他竟然有一個念頭 他說 要延續 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麥邊境場計劃 根據《華盛頓時報》的報導所說 拜登可能會准許 繼續興建美麥邊境場 借此來修補 目前在場上的缺口和間隙 以及對部分 已經修建完成 但還未配置好完整的邊境場 安裝一些門 以及添加設備和技術 根本就是整個移民政策的急轉彎 就是要開始限制 大批非法移民 繼續闖入美國境內 我真的想請問 拜登上任之初 不斷地嘗試 推翻特朗普時期所推行的一些政策 事實上有部分是被推翻了 現在看不成了 我又去找出來照根照用 燒虧曹徐 那你是不是在欠特朗普總統一個道歉 你當時不斷地批評美麥邊境場 又說會構成歧視 又說這樣那樣 總之你什麼藉口都可以拿出來說一頓 原來你當總統 到你上任了 發覺搞不定了 原來也是特朗普這個政策好的 又照用 當然我不是批評他這個照根是有問題 但是 他的態度是有問題 有些人曾經是拿出來批評特朗普的 現在竟然間就走去照根 那你怎麼來向選民交代呢 算不算是困了選民呢 其實 他當初批評特朗普搞這個邊境場 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在他做參議員期間 他也曾經投票支持 建設這個美麥邊境場 只不過到特朗普上任的時候 他都不妥他就把他打批評 他就把他打批評 你把他打批評 你上台就不就是照根 你什麼呢 對吧 特朗普對於這件事 他就似乎是 表現出一種肯定的態度 特朗普接受Newsmax 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就說 如果這個消息是屬實的話 真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因為美麥邊境場 本來已經是即將完成 如果現屆政府是要將他繼續建設 就會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也是踏出了非常積極的一步 祝願他們順利 特朗普這番說話當然 相當有風度 但是話風一轉 他就開始對拜登提出質疑 他就說 希望拜登在身體上和精神上一切都安好 因為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就表示 做總統是會面臨著很大壓力 對於78歲的拜登來說就會更加吃力 作為總統 特朗普就說 每天的工作 是需要做到相當於50小時 他就對於拜登 能不能夠在白東做出大部分的決定 是表示懷疑的 他認為 拜登現時所做的大部分的決定 其實都是其他人所幫他做的 這件事 基本上不需要怎樣質疑 因為 之前也有不少的報導 根本上現在他 所做的事 背後是有一班人垂簾聽證 其中一個被人拿出來說的是佩洛西 之前美國有很多媒體 都有這樣說過 接著我們就看 拜登就說 還未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討論病毒的源頭問題 其實上個月底世衛發表報告的時候 白宮都已經很快走出來說 就說 那份報告是缺乏一些關鍵的資訊 呼籲世衛組織要展開第二階段的調查 即是說一些類似的說話 質疑那份報告的可信性 現在拜登又拿回這個病毒源頭的問題出來說 你不就是又是跟著特朗普的路線 當初特朗普就說要所謂 追責撒培 當時拜登就把焦點 聚了進去特朗普所用的一個詞彙 因為特朗普就說中國病毒 拜登就認為這個詞彙不應該用 因為是帶有歧視色彩 但是對於病毒源頭的問題 拜登就很少來談及 就只有特朗普和蓬佩奧在這裡猛講 得到他自己上了位之後 他又拿回這個東西出來說 他其實就是 留了一個空間 埋下了一個伏筆 如果不是他不會無厘頭 說到未曾討論這個問題 他提到未曾討論 就是說有機會將來可能會討論 你討論這個問題 又是跟著特朗普 當初人家說要調查的時候 你整班人就跑出來猛地說他歧視 一會兒又說他抗疫不力 總之就不針對他所提出的問題來跟進 你現在上台之後又拿出來說 那搞法不如讓特朗普做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